九天八夜的大甲媽繞境 預計今天晚上十一點起假 信眾政界還有各地的廟宇人員 下午就齊聚在大甲鎮藍宮參拜 臺中警方嚴防接駕鎮頭鬧事 特別在交界處的地面 劃設接駕區 只要聚眾姿勢 馬上逮捕就辦 雙手高舉公姻媽祖的看板 開心拍照留念 大甲鎮藍宮媽祖繞進進香 五號晚間十一點即將起駕 下午廟裡廟外 都集滿準備隨駕的信眾 郭小姐已經參與繞境十年 今年也不想錯過 九天八夜的大甲媽繞境 終點位於嘉義縣新港鄉 新港奉天宮 來回徒步三百四十公里 曾在二零一零年 被行政院文件會指定為 無形文化資產民俗類重要民俗 更被Discovery頻道列為 和梵蒂岡 耶誕彌薩 回教徒賣家朝聖並列的 世界三大宗教慶典之一 廟方下午開始接待政見人物 與各地廟宇參拜 強調媽祖部分黨派屬於大家的 台中警方為了防止三十組宮廟鎮頭搶轎 預先在交接點地面上畫設接駕區 強調只要聚眾姿勢馬上逮捕就辦 將接駕的位置地點逐一 畫設交界的位置 並且約制各成年的人員 在接駕期間不要聚眾姿勢 否則將依法就辦 大甲媽繞境五號起駕 依序駐駕彰化市南遙宮 西羅鎮福興宮 新港鄉鳳天宮 北斗鎮電安宮 彰化市天后宮 與清水區潮新宮 預計十四號回軟建人宮 記者楊明鳳龍濤台中報導